大家听了这么多 关于历代奉行与毁谤玉利宝钞 因而招感功德与果报的故事 是否对玉利宝钞 生起更高的敬意与信心 而愿意真心悔改 今生曾经犯下的过失呢 现在我来说一个 跟忏悔有关的感应故事 在宋朝时有位普安祖师 她是个显密双修 有大神通的著名高僧 为当时人民所敬仰 当时有个虔诚的女信徒 常去听她说法 她的丈夫是个图户 也想抵败普安祖师修学佛法 答应妻子要改业 施宿要求妻子引荐 妻子引她见了普安祖师 你是个屠夫 杀业太重 能完全听我的吗 如果不能就回去吧 我一定改业常速 奉佛修法 好 你现在回头看看 她回头一看 兼有许多她所杀的兔生 牛羊鸡鸭等等 各个眼睛瞪圆 胸光破露 吓得她赶紧给祖师磕头 哀求祖师收为弟子 祖师就传戒传法于她 收为弟子 她再回头看时 这些冤魂不见了 从此她弃业改行 终生如素 精进修法 这位屠户的改变 正是所谓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写照 最后在 大圣大吉 地藏十轮经 忏悔品第五 有一段佛陀的开示 与大家互面 冯说 有二种人 名无所犯 一者 禀信专精 本来不犯 二者 犯已惭愧 发露忏悔 此二种人 于我法中 名为永贱 得亲近者 在无量无边的法门中 归结到最后 是忏悔法门 忏悔是佛法修行 最重要的一个科目 不隐瞒自己的罪过 这叫忏 悔是后不再造 忏悔不是追悔 不要去怀念过去那些罪业 所以千万不要在佛像面前诉苦 我造了什么什么罪业 佛菩萨请原谅我 你这么做 是在佛菩萨面前又造一次业 这是罪上加罪 你的罪业永远消不了 佛教给我们 要常常系念佛菩萨 使这个罪业的印象 慢慢淡掉 慢慢的就消掉了 所以说念佛 拜佛 是最好的忏悔法门 你念阿弥陀佛 你的心 纯善无恶 这是真正的回头 真正的忏悔 一个恶念起来 马上阿弥陀佛 这个业就颤掉了 所以念佛 是真正的忏悔 现在 我们就一起来念诵 忏悔发愿文 忏悔发愿文 无始劫来 被我伤害过的一切众生 请接受我的忏悔 对不起 我错了 请原谅我 我由于迷惑颠倒 造作种种身口意恶业 有意无意之间 得罪 伤害 甚至杀害你们 令你们遭受种种折磨 与苦恼 我感到非常惭愧与抱歉 真诚地 请求你们原谅我 给予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从今天起 我会谨慎防护自己的 起心动念 言语行为 努力断恶修缮 改邪归正 勤修一切善业 爱护一切众生 并将所做的一切功德 回向给你们 愿大家都能离苦得乐 破弥开悟 闻经念佛 往生净土 圆成佛果 我忏悟 我忏悟 无始节以来 道僧怯悟 善榜正法 毁坏三宝 起诸邪剑 五逆时恶 破斋犯戒 不孝父母 不敬尊长 不忠不信 无意无理 寡怜闲耻 残忍冷漠 冲突偏思 千令嫉妒 贪欲称慧 愚痴傲慢 多疑不信 放逸散乱 如是等一切 身口意恶业 足以令我 堕入地狱 千刀万寡 煎熬苦毒 堕入恶鬼 饥饿难耐 幽暗恐怖 堕入畜生 鞭榻劳役 屠宰血污 今日万幸 德文佛法 民聊因果不爽 不畏三徒苦报 诚心忏悔 发愿改过 愿从今起 熏修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圣贤教育 从自身做起 成为大众榜样 护持弘扬 勿宜余力 祈求三宝加持 祖宗保佑 令我烦恼日减 业障日消 福德日增 智慧日明 普与法界众生 信愿持明 一向专念 满谋 阿弥陀佛 同生极乐 共振菩提 回向文 远以此功德 庄与佛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徒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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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